上任即将满月的金管会主委曾明宗 今天表态支持银行之间的整并 但是谈到台新和张银的合并案 他还是维持过去在财政部的一贯立场 强调非合议诟病成功机会相当的少 至于问题受险公司的保单不全部理赔 曾明宗则说已经指示保险局再评估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 22号举行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谈到金融业的整并 他表态赞成 但是说到台新张银合并案 曾明宗还是维持过去在财政部的一贯立场 过去国内的相关整并案 规合一的诟病 规合一的诟病 其实不管是国内国外 能够成功的机会相当少 那唯有大股东之间充分沟通 取得共识之后 这个整并 这个整并才有办法 对于外界认为金融业占GDP贡献度比重太低 曾明宗也有自己的看法 像我们赞成能够慢慢来提高 但是基于这个指标 其实慢慢失去它的准确性 关于问题受险公司保单不全培的政策方向 曾明宗则是表示 已经指示保险局在做详细研究 曾经担任国安基金执行秘书 有深厚股市操盘经验的曾明宗 日前曾接受UDNTV独家专访 他表示 尽管会正在着手研议活络股市的新措施 想知道曾主委即将祭出的大开大合措施 还有哪些 他又会不会持续让投信投顾业者 闻风丧胆的喝咖啡作风呢 请锁定UDNTV23号晚间8点钟 面对关键人物 UDNTV综合报导